首先我自己也出了好幾個貼文關於這件事件 其實去年他們被捕的時候 我已經說很想收購他們這個品牌或者這個版權 然後幫他們發揮光大 因為我去年知道他們被捕之後 我已經是覺得這個是可能香港歷史性 如果他們是入罪的話 是一個最黑的一個 就是在香港的法治上最黑的一個轉捩點 有些人說其中一個而已 47人都是黑的 當然47人就是初選 初選以前都有的 現在都要說是顛覆國家 但是起碼47人是涉及到一個政治的活動 那他就有些位可以陷害你 就說你也是有一個不愧的政治企圖 但是楊村這本繪本 為什麼我說它是最黑暗的一天呢? 這個是純粹是一個創作自由的一個行為 而且好像楊日耳說得很好的就是 那個焦點是在羊的行為 他做的事情是正當的 那個焦點不是在後面的動機去煽動 或者去顛覆任何的事實 根本是沒有顛覆那個事實 是說做一個好的人 就要像這隻羊一樣 所以這個案被入罪 判一天都是香港最黑暗的一個污點 因為它踐踏了這個創作自由 踐踏了這個言論自由 就是表達的自由 而且它完全是沒有政治 你說可以爭論它有政治動機 如果你是陰謀論 但是它是沒有政治的能力的 它是一班言語治療師去做出來的 所以這一種的廣東話叫做這麼輕輕的行為 而變成入罪之後坐19個月 真的是香港的歷史性的司法制度 一個最嚴重的核電 即是你將來的公仔 將習近平的頭畫上這個雲尼的身體上面 然後寫幾隻字 都可能判你19個月 你想想香港是變成多恐怖 所以很多人誤會了 又說覺得這個是未算最差 還有一些更差 我看的分別就是它本身的政治的能量 還有那個號召力是沒有的 它是一本文化來的 是幫一些有需要言語治療師去做 自治療師去做 那些韓國的人士 在上課的時候 或者輔導的時候 幾人用的 其實它就是 那個焦點呢 就是講這幾個主角 楊小江、楊小榮、楊小青他們在做什麼 這樣的情況下都會受到檢控 政府可能覺得是一個殺一警白的方法 但是他們真是大錯特錯 我相信有很多藝術家參加文化活動出版的人 就會因為這個洋村案 就會積極考慮移民離開香港 其實書展都可以告吹 你這種書展還做來做什麼 我很深信譬如山道那些會繼續想擺 因為是接觸到很多人的 但是現在根本在不清楚列出的規例的情況下 它可以是主觀性審查的 你根本想去做一些可以啟發香港人去想一下 現在那個政治情況是變成怎樣的書 純粹是一些啟發思維的書 全部都沒有機會再進場了 其實書展都是浪費金錢的 我都不知道它還有什麼意義 書展應該是很包容有不同的聲音的 你可以看到香港真的變得很差的 如果你畫一本漫畫 然後有一些諷刺性的 在言論自由的範疇裡面有一些諷刺性的說話 或者一個環節在故事裡面 都會坐19個月左右 所以難怪你看一下阿草那些 就是畫漫畫的那些 什麼華王Sir那些都離開了 根本是變得很荒謬 就是看什麼時候就這樣寫文字 寫幾句話寫幾句故事出來 沒有圖片的都會被它拉起來 我的看法的 就是身為一個很喜歡看電影的人 還有都用少少勉力支持過電影的人 我的看法對於這個消息就是 其實一定不會代表整個電影界 但是我其實覺得 就是發信給其他電影工作者的人 叫他們不要參加金馬獎那些人 那些委員 其實應該拍照給人看看他是誰 這樣就最有意義 還有最可能會加強少少的 公信力就沒有了 加強少少背脊骨 就是不要躲在後面 如果受到國安公署恐嚇的時候 你就去出封這樣的信 現在就是要靠你全民抗命2.0 這些荒謬的命令 你是不執行的 如果你有脊骨的話 你應該是不執行的 你在做電影的人 有哪一個 是真的會是同意 說哪些電影節是去得不去得的 去得不去得都因為他們的質素 或者他們的評判公不公平的 就不是因為政治理由 不是因為金馬獎是台灣 或者不是因為金馬獎 給那個最佳紀錄片 給時代革命 而叫他們不去的 電影人就不會是這樣的 所以決定在那個委員會裡面 去出這封信的那些人 一定就是一小撮的 沒有隻骨 很怕事 被國安公署嚇到 或者被政府嚇到的人 他們需要show face 給人看看他們的樣子 給香港人笑一下他們 因為他不show face 他不會改的 因為他的心一定不是這種人 因為你從事電影業的人 一定是不會agree 金馬獎是一個不應該去的地方 你是沒有隻骨 你是不頂硬上 告訴你 你不要叫電影協會出這些東西 我們是支持創作自由的 你沒有隻骨 麻煩你show face出來看是哪些人 看看那個蜜頭是誰 讓全香港人都認得你們 是這一幫人 是很沒有隻骨 這樣去向這個惡勢力低頭 為什麼我看這些創意產業 看得這麼重要呢 我覺得 比如假設 我不是不尊重唐英傑 他都是很冤枉坐這九年 但是我看羊村 我為什麼看這麼重要呢 因為這個是一些 對於最自由的基石是言論自由 去衝擊這個基石是最大的衝擊 因為它真的會 如果人不夠隻骨 不夠硬 真的會做出一個 寒蟬效應出來 但是我覺得香港現在七成半的人 都是很硬正的 你看一下黎文寧和庸日志 他們的陳詞 講到國官都不想聽 根本真的是 因為真的疾了他們一面屁 但是有參與這個行業的人 他們其實就最有力 好像黎文寧和楊一義這樣 去抵抗哪些人 想侵犯他們那個言論自由和創作自由 包括這一幫香港電影協會這幫人 我不知道那個協會叫什麼名字 其實因為你們是叫做 英文叫做 in the name of creativity in the name of movie making 你就足夠可以看著對面 叫你去做這些荒謬的事情 告訴你 我不會做 我抗命 它是逼不了你的 難道它拿一支槍指著你 因為你是可以用 in the name of creativity art 和freedom of speech 言論自由 創作自由 藝術 其他的抗爭 擺街站 那些還可以說是爭議性 就是反對黨 和政治 但是當然我們是支持反對黨 我們自己本身爭出來都是一個反對黨 就是為公義 在香港現在就是一個反對黨 但是你侵犯藝術 侵犯自由的機實 言論自由 大條到你是可以站得很硬的 因為這個影響整個香港的形象 而你都不站硬 而去出一個這樣的聲明 你這幫人對於電影業就是一個蒙獸 對於香港曾經是亞洲荷里活 就是一個蒙獸 你出封信叫人不要去金馬獎 我想看看他的目頭 我想知道他是誰 分分鐘有一個兩個 是拿過金馬獎都不行 謝謝大家